10月27日,尼克斯,在主场面对金钟勇士,本场比赛最令人关注,那要说是勇士的库里了。 他在上一场面对金台的比赛中,三杰就拿下了51分,11个三分球让人瞠目结舌,这场比赛才能否延续好状态是很多人关注的焦点。 还有汤普森,虽然他最近都得分不少,不过新赛季开始之后他在三分线外的得分能力明显下降了很多,本场比赛他能否找回手感也是一大看点。 比赛前纽约还用广告牌招募杜兰特,希望他加盟纽约,不过很显然杜兰特并不感冒,今天的比赛主对尼克斯有一个很不错的开局,哈达威两分三分不断进球,尼里吉娜也命中三分。 纽约尼克斯这边以8-2开局,为勇士进球的是杜兰特,他的中距离跳投还是相当稳定的,勇士这边得在杜兰特的带领下也排了一个8-2。 双方占平,彭乃和哈达威连续三分让科尔在场边也很无语,看得出来对手纽约尼克斯是做了充分的准备,他们的阵容身高有优势,三分也不错。 比赛中断库里终于爆发了,他先去用一记三分球,将两队分差缩少都一分,之后的库里彻底打开了,他通过三次三分球和一次上篮得分,连续得到11分直接反超了尼克斯。 再加上此前的两分,库里丹节比赛得到了13分,首节比赛两队赞成25平,首节比赛中穿着变装的考心丝,还被主裁判施足出场了。 对于这位大个子球员来说,现在最重,要的就是争取早点养好伤病,然后重新登场,毕竟在场下的滋味确实不好受。